字幕組織製作比較空情節 吃了早餐現在就上巴士 由Oskers de cette ville 但是今天就下雨 不過現在好像是暫停了一下 所以希望它等下天氣會好一點 我們唯一不可以避免的就是天氣來控制不到的 好 我的小老啊 Ours no love is everywhere Snow capped peaks in city streets Every corner something sweet Coffee shops and hidden lanes Every visit still remains 麻煩大家請住 十點半下一班車就開出 可以十點半前站回去等下一班好嗎 好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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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Rarde Anim President 等一半 Central 芷香 Snow capped kaed Coffee Coffee Ben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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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开旅游巴士的地图 看到了大概有18个景点 我们只有7个小时的时间 肯定去不了那么多地方了 把所有的博物馆都放弃掉 就剩下9个景点 也不够时间 唯有选择3、4个景点 其他的就走马看划算了 有经过拍到视频就当去过了 大家好,我是阿连 挪威是个很富裕的国家 人口不多,只有5.5个million 拥有全民医疗 丰富的石油 天然气 矿产 木材 海鲜 和淡水炷量 大部分都属于国家财产 所以每个居民都能够从政府那里 得到最好的生活保障 来到了挪威的首都奥斯罗 当然必须去看看 诺贝尔奖的来源地 诺贝尔和平中心了 顺便拍拍照留念 只可惜今天他没有开门 所以就在外面拍照就算了 请忘记和平的呐喊在挥荡 爱的世界无忧无虑 我们的心紧紧想你 共同守护这个梦 守护这个梦 不再如意向前走 面前的如心宽广 勇敢追寻那份光 属于你和我的勤劳 和平的呐喊在挥荡 爱的世界无忧无虑 我们的心紧紧想你 共同守护这个梦 由于这次的城市旅游 巴士是跟团的 所以就跟着大家选择了 去看挪威最大的公园 费鲁格纳公园 公园中心摆放了212座雕像 是挪威雕像家 古斯达夫维格朗 Gustav Vigeland的作品 这么多雕像 如果是他自己一个人完成的话 不知道要经历多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一个个蓝雕塑公园 人生白卡在此泄露 喜怒哀乐的瞬间 雕塑中情感交织 每一步都在成长 每一个转角有心发现 岁月带来沉淀 在公园中慢慢讲述 雕塑无声诉说 生命的故事在流动 在每一个雕刻的面孔 少到自己的影踪 顺下秋冬的变化 雕塑见证了时光 或许与未来交错 在公园中花药征徙 雕塑无声诉说 生命的故事在流动 在每一个雕刻的天堂 每一个人都有故事讲 雕塑无声诉说 生命的故事在流动 在每一个雕刻的面孔 在每一个雕刻的面孔 找到自己的影踪 雕塑 雕塑到了变化 雕塑见证时光 过去与未来交错 在公园中环绕朝阳 情感交织的夜长 火热与冷静交替 在这艺术的殿堂 每一个人都有故事想找 在一边的街上 人们有统签 在这艺术的地方 在外面中 这就是一个人 在外面中 旅行这个池让人联想到阳光普照的海滩 细细嚷嚷的城市街道和令人惊叹的风景 隐藏着一幅复杂的画面 交织着欢乐和不安的视线 旅行就是拥抱刺激和挑战 在未知的诱惑和家乡的舒适之间起 旅行的魅力在于它能够拓展我们的视野 它让我们摆脱日常生活的束缚 进入一个充满性的景象 声音和体验的世界 我们遇到不同的文化 平常一国美食 用我们几乎听不懂的语言交谈 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游乐场 充满了发现的兴奋和学习的乐趣 只是像这样的半日游 我们只可以在表面上去猜测它的文化 即相逢却重重 其实如果可以 我希望能够在每一个地方至少住上两三天 但是世界那么大 时间却是那么的少 唯有再回邮轮 再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探数了 好了 这一集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一集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看 多谢您